嗨,我们英语生化观众朋友大家好 借了他那去目前为止在宜兰苏澳 我们Robert Y 废墟罗浮宫 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 我们世界上只有八只暴龙的花石 然后七只都是各国所珍藏的 唯一在我们台湾 这一只就是私人 由我们这个杨建棚 杨馆长所珍藏的 那今天很高兴 问你访问到我们里面的行销专员 小米,小米好 大家好 小米好高兴看到您 我们知道我们馆里面真的珍藏 这一只暴龙 能不能谈一下 这只暴龙大概有多重呢 我们这一只暴龙大概是70吨重量 那我们目前来说是全球第二的80%的花石元件 是非常的完整 那我们这边唯一是全球可以分辨真假暴龙的地方 你可以这里看到真品跟复制品的差异 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馆长私人收藏品 就在这个的博物馆里面 非常的惊奇 哇 那我们说真的 这是我们台湾之光 也是台湾人的骄傲 我们知道杨建鹏馆长他可以说把他毕生的精力 他的金钱 他的时间 年轻的岁月都投入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 其实杨馆长在两年前民事新闻的受访有说过 就是他这些收藏品是希望带给台湾下一代的孩子们 就可以留下这么多珍贵的补生化石跟艺术品 他希望为台湾的500年后还可以永续的流传 尤其是这些东西 那也希望说这些东西在世界各国上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这个地方 让台湾可以走出去世界这个舞台上 是他的就是创立这个馆的初衷 对 哇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呢 这个废墟 楼湖宫 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嘛 对 我们也为小朋友设计有这个小暴龙的彩绘是不是 是 哇 这个是还没有彩绘的 那这是彩绘过的 这个彩绘过的 对 而且这个颜色都可以自己变动嘛 对 他希望就是用色彩的奔放里面的缤纷 让小朋友可以就是自由的着色 自由的思考 放出你的一些想象力 哇 这个是为小朋友设计的 另外我知道我们这个馆内呢 还有这个暴龙的VR的这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到底是什么的影片呢 这个VR的虚拟影片非常特别 它是由我们这一次Rubber Y的暴龙 应用3D技术让它的暴龙的骨架长出肉来 让你活生生亲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享受虚拟实境 哇 而且的话大家在画面上还有看到呢 像这个就是他们呢 所这个手工做的这些呢 恐龙饼干 哦 你看一下 这个不管是茶啦 咖啡啦 你看这个杯子 都非常有创意哦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观众朋友全家大小过来 你认为的话呢 停留在我们Rubber Y 废墟 楼浮宫 大概抓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儿 其实最少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因为你要细细的欣赏 跟每一件的作品 包含一些 咀嚼一些文字的魅力 你会吸引到你的大脑 从你的大脑去改变你的去思想 去跳脱 好棒哦 大概最少一个半小时哦 那现在呢 在记得通信老师手上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门票 我们成的门票才200元而已 对不对 而且的话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四个区 每一个区域呢 让你们可以折底50元 所以等于是免费入场的嘛 是不是 分别是哪四个区各可以折50元呢 我们虚拟的VR跟我们那个唇钱筒 那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的餐点 跟我们的礼品布 就像是T恤啊 或是一些稳创的商品 都可以做折底 哇 真的这么好的地方 要请大家告诉大家咯 修馆时间是礼拜几 每个礼拜三 然后开馆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 那建议入场时间最后是在4点左右 是 最慢的话4点要进来 好那再次谢谢我们小米 潘县先生老师英语新闻报 也热情的推荐我们Robert Y 废墟罗夫宫给大家咯 请大家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咯 我们英语新闻报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